可以说这样子的一把玩具真的是非常的香啦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韭菜的测评时间 那么今天呢 再带大家来看一个远远超出我预期的玩具啊 没错 那就是我们的特命战队Gobuster里面的追加战士金银所使用的一个变身器 那么为什么说它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呢 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呢 先来简单看一下它的外观啊 它的外观呢 是一个类似手机的一个造型 然后呢 可以看到这边呢 还有手机上的各类的一个按键啊 当然了 少不了我们的特命战队标志性的这个大眼镜啊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的背面还有两个额外的按键 可以看到都标有相应的一个箭头 我们按动向外的这个按键 就可以转换到我们的一个枪模式啊 除了我们的手柄被拉长了以外呢 前方的这个枪头也会自动的弹出 然后呢 再一次按动这个向里的按键 就可以把它收回来 变回我们的手机模式了 好的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精彩的部分才刚要开始啊 我们先给它开个机 然后按动侧边的这个按键 摩西摩西 没错 它和我们的Delta一样啊 全部搭载了一个语音识别的功能 虽然呢 因为是DX规格啊 所以我个人感觉搭载的应该是跟DX那个Delta一样的一个震动识别的功能 就简单来说 你不管说什么 你哪怕对着这吹口气都能够触发啊 但是呢 还是让它整体的可玩性瞬间上了一个档次啊 好 那么接着再听一下吧 不过呢 这种触发方式最大的限制估计也是在这儿了啊 毕竟我在拍视频啊 它的这个感应距离呢 可能没有那么远 所以呢 我隔着一个手机想要去触发它高低真的是有一点难度啊 好 那么然后呢 我们切换到枪模式来听一下我们的变身音效 切换到枪模式之后呢 按动扳机就是我们的一个设计音效 然后长按扳机呢 就是我们的变身带机音效了 可以看到这里呢 同样是采用了一个语音识别去进行触发的 然后呢 再次长按则是我们的必杀音效 这里呢 长按之后啊 需要先触发这个声音识别 然后才能触发我们的待机音效 然后再次按动扳机就是我们的必杀音效了 所以说这一套下来啊 它的每一个玩法跟我们的声音识别呢 都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呢 除了声音识别的部分呢 还有我们的台词啊 都是非常的香的 再加上正雅人这个角色呢 当年我也是非常的喜欢啊 可以说这样子的一把玩具真的是非常的香了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特命经营变身器的所有玩法介绍了 那么大家觉得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有没有超出你们的预期呢 好的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点赞关注哦